上一次上課基本上就是做了一個作業 其實就是針對我們前一個練習 然後做一個變化 這個練習的話其實跟那個 上個學期是做住宅 上個禮拜是做機車的切斷案件的統計 到目前為止基本上 我們用Excel比較多的部分的話 大概幾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函數部分 所以假設說我今天把開放資料上面 找到機車切斷 這個在開放資料上面找到的 之前是找住宅 大概相同 為了要統計分析幾個問題的答案 基本上它原始的資料只有給五個欄位 包含就是說那個編號 我看一下編號 它這個好像是Ctrl向下 總共有兩千多筆資料 也就是說如果假設我今天希望知道 到底台北市的機車切斷案件 到底每年是增加還是減少 那還有切斷案件到底它在哪一區發生的最多 另外的話到底在哪一個地點 低點的話當然 比較在縮小範圍 區域太大了 如果想要知道哪一條路 或者哪一條街 那其實好像還有一個道 那個市民大道 那如果我想要知道這個訊息的話 那理論上 特別注意就是說 你需要再增加有三個欄位的資料 包含就是哪一年 那年的訊息的話 其實我們是可以從什麼 從這個年這個欄位 本來是沒有的 所以右邊的部分是我們新增加的 然後呢 年的部分怎麼產生 那基本上我們可以從發生的日期 裡面取得前三個資 那因為呢 如果你將來要統計的話 直接給它日期 它沒辦法幫你統計出正確的那個年的部分 當然你如果給它日期的話 它頂多是可以幫你統計出哪一天 可是天的話太多了 因為哪一天發生的話 其實這樣統計下來 其實沒什麼太大意義 因為基本上每一天 每一天其實發生的數量 那你要做一個了解 其實倒不如比如說按月 我覺得那 月可能還可以 因為月的數量可能還多一點點 年的話我覺得更好 所以我就想到 那我就根據年的部分 所以我需要怎麼樣 把那個發生日期的前三個字 所以107的資料取到哪裡 取到年的這個欄位底下 所以107這個怎麼來的 還記得吧 我們上個禮拜 講到的就是利用一個LED函數 這個我想跟我們那個 前一個範例其實蠻類似的 所以你會發現 基本上我們要做一個統計分析之前 一定要先確認說 你到底需要哪一個欄位的資料 所以我需要 假設需要年 那你要先確認說 你的原來的資料裡面 有沒有可以取出來的部分 那如果有的話 你就把它取出來 那你就有年的訊息 那如果你有年的訊息的話 那你就可以利用什麼 插入樞紐分析表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 樞紐分析的一個表格 這個是樞紐分析表 統計出來的 應該還記得吧 我們其實是 利用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呢 把年的訊息 拖拉到年 拖拉到這個列的部分 然後把值的部分呢 拖拉到 其實就把年那個欄位 拿來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統計分析 那其實統計分析的話 主要就是 兩個動作 就是插入樞紐分析表之後的話 你把年的訊息 拖拉到列的時候 那你說拖拉下來之後 它其實幫你做什麼事 其實它就幫你把 只要是那個什麼呢 你哪一年有沒有 它其實就是有重複的部分 它就不顯示 也就是顯示出來就是不重複的啦 所以不重複的話 大概顯示出來的話 大概顯示出來的話 就是107 108 100 112吧 不過原來的資料好像有一些不需要的 我先把篩選拿掉 把這個取消 我看標籤取消掉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好像有113年 那因為它這個給的年 好像從107到113 可是113 因為現在這個資料其實太少了 24筆 因為我們今年還沒結束啦 所以假設說我今天不要顯示113的話 那我有做了一個隱藏的動作 那如何隱藏呢 很簡單 你可以從那個列標籤的 右邊有一個小小的箭頭 那從這邊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打勾取消 如果你假設不希望113年顯示出來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把它打勾一下 按確定 這個就不見了 那這個圖表的話 其實怎麼出來的 這個圖表 當然我們可以利用插入樞紐分析圖 然後就可以把這個圖給顯示出來 那就會有一個我們需要的一個統計結果 那其實顯而易見的 如果假設 如果人家問你說 那到底台北市那個摩托車呢 機車的部分 切到的 失切的情況如何的話 那其實你就可以把這個圖表秀出來 那真的就一目了然了 從107年以後 好像就大幅的減少機車的切 當然機車為什麼會失切 其實當然你可以自己再去搜尋一下 網路相關的一些評論 不過大概我覺得有幾個方向 不外乎就是說 車子太難偷也是一個原因 因為現在很多 現在很多機車好像都有很多防盜機制 像還有電動車 Gogoro 它其實就跟手機的APP其實可以連動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要偷一個Gogoro的摩托車 它沒有鑰匙可以連發動都不知道怎麼發動 你偷都不知道怎麼偷了 所以其實當然難偷可能也是一個原因 那還有什麼 還有偷的價值 比如說你今天要把這個車偷了之後賣掉 好不好囂張 我覺得也是一個原因 但是整體看起來好像越來越少 這個趨勢好像是還蠻明確的 所以其實這個圖表 我還有做了一個趨勢線 我發現這邊有一個虛線 那這個虛線的話 其實就可以讓你知道說 到底這個切到按鍵到底增加還是 如果你這樣看起來的話 好像越來越少的感覺 所以其實從圖上面就可以很明確的 可以知道說這個趨勢 那當然我主要是透過這個圖表 右上角有一個加號 那其實我本來 我好像是先把這個圖力先打 本來有打勾 不知道各位記不記得 圖力部分的話 這邊有一個有沒有 本來有這個圖力對不對 那其實我是把這個圖力打勾 把它取消 因為這個我不需要 但是我把這個打勾取消 有沒有這個打勾拿掉 那它這個就不見了 然後呢 我增加了兩個東西 一個是圖表 資料的標籤 它上面本來沒有數字 可是呢 如果假如說你希望讓這個圖表 閱讀性更高的話 有沒有 其實你說老師這邊其實有數字的 你就怎麼樣 107年你看這邊的數字也可以知道 有沒有 7、7、8這個數字 那這個大概 不過也可以看刻度 只是說呢 如果你要更貼心一點 我是覺得如果你要更貼心一點 那倒勾你就把這個標籤上面 這個數字 直接放在這個標籤上面 那會感覺更好 所以我之前是這邊打勾 打勾之後的效果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有個圖表不要簽 打勾 感覺就更 感覺好像有跟沒有 其實就有點畫龍點睛的感覺 好像有了耶 其實馬法更好 另外還有一條線 叫趨勢線 這個趨勢線的話呢 你說沒有跟有有什麼差別呢 好像如果多了一個趨勢線 你就可以大概知道 未來這個器材按鍵呢 如果以這樣趨勢來看的話 可能以這個線的趨勢 可能113年以後會更少 有沒有 這樣來看 好像這個109 111年好像差不多持平 之後又慢慢減少 OK 所以這個把它畫出來 其實就滿清楚的啦 另外的話呢 還有就是說呢 我們除了統計年之外 好像上次上課還統計什麼 統計這個區啦 比如說我想要知道 第二個問題的答案 到底呢 台北市它的切斷案件裡面 機車喔 如果失竊 你在哪一區 可能提摩托車的時候 要特別小心 所以最後的話當然一樣 我們利用這個發生的地址 這個地點裡面呢 然後我看到 這邊它的區好像都固定在這個位置 中山區 大安區 文山區 好像它區都滿固定的喔 所以呢 如果假設我希望把這個地點裡面的 這個資料把它取出來的話 OK 不過前提特別注意喔 一定要是一樣的位置喔 你不能說有的是在第四個字開始 有的沒有 那當然就不行啦 所以如果假設它的位置固定的話 那很簡單 我們就直接怎麼樣 跟它講說 我要取的是這個的第幾個字啊 地點的第四個字有沒有 然後我要幾個字 一二三三個字 那你有這兩個訊息之後的話 再丟給一個函數就OK 還記得吧 就MID函數 這個用到的機會會非常大 OK 就MID這個函數 那MID函數的話呢 其實就給三個訊息就好了 地址給它 從哪個字開始 取幾個字 那它就自動幫你把你要的哪一區的訊息 直接取出來 OK 那其實相當方便啦 我是覺得如果用函數 比起以前在做人工突發煉鋼的方式 真的快太多了 按確定之後的話 就會得到的是比較正確的訊息 那把它往下填滿 理論上呢 這邊所有的區應該都對 除非說呢 裡面地址可能有一些錯誤啦 那你可能就把它修正了 也許有的時候 他那個 城邁人員 他那個給的地址裡面沒有區 那怎麼辦 沒關係你可以把它反查一下 比如哪一區 他的這個 比如說像這邊好了 中山區吉林 吉林路 他如果假設這邊少了區 他出現的可能就會是吉林路 那怎麼辦 那你可能就自己要把它修正一下 再把吉林路到底在哪一區 好 的訊息加上去 那這邊就有個哪一區 那我們有這個哪一區之後的話呢 如果我想要知道說 到底哪一區 他的那個占比是最多的 OK 所以喔 因為如果 你說這樣看起來好像哪一區比較多 你說一直往下捲動 好像看到的 欸什麼 心一區好像比較多耶 好像 但是你問題是喔 你千萬不要這樣子 慢慢用眼睛慢慢這樣看 因為實戰很浪費時間 而且非常的不科學啦 因為你明明有一個ESale裡面的樞紐飛 你為什麼不會用喔 所以呢 最好的方式就是怎麼樣 你可以畫一個圖表 那這個圖表的話呢 用什麼方式呈現最好 那你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是占比的話 當然我前面講過 你就用一個什麼 圓形圖就好了 欸 所以喔 我們好像上一次上課是 把這個各區的比例圖畫出來 有沒有 畫出一個 各區的比例圖出來 這樣就很清楚了 有沒有 一看 就知道說喔 原來呢 你的摩摩車喔 假設停在望華區的時候喔 你要特別特別的小心 因為呢 它的失竊機率喔 遠遠比起其他地方 還來得高很多 有沒有 如果跟松山區 欸最低好像松山 為什麼松山區 失竊率這麼低啊 欸 不知道 OK喔 你們可以這裡去深究一下 再了解一下 而且喔 你會發現差很多耶 它這都是4% 這個5% 哇 接近快5倍了耶 欸 所以你風險的話 增加5倍喔 那所以呢 假設啦 假設你真的騎摩托車到望華區的時候 那你可能要特別小心 可能要加個大數之類的 或者你停的地點 千萬要注意一下 最好是不要停在那種 比較好下手喔 沒有人的地方 OK喔 所以 那 至於要怎麼把這個圖畫出來 其實也是一樣 我們前面講過了 就是說呢 你可以透過什麼 先產生這個欄位對不對 然後再利用什麼呢 利用樞紐分析 插入樞紐分析表 有沒有 然後呢 再把區域的訊息拖拉到列 再把區域的訊息拖拉到尺 有沒有 其實就是這樣嘛 前面都做過了 所以我只是把重點再維護一下 因為我希望呢 你們的那個 其中的報告 可以做一個類似像這樣的一個 一個練習 主要當然是利用 Excel 最棒的功能 快速的把一個問題 它背後的數據 很直覺的呈現出一個圖像 還有一個表格出來 讓我們可以很清楚知道說 這個問題背後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你千萬不要說你直接把一堆的資料丟給別人 你自己看 我也不知道 反正你 其實如果你用樞紐分析表 其實我覺得很多問題就很快有答案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哪一區的切到案件最多 一看就知道 這個圖怎麼畫出來的 一樣是利用樞紐分析圖 樞紐 有標先放這邊 記得有標一定要先放這邊 上方的話會有樞紐分析表分析 這個 這個 然後樞紐分析圖 這邊的話就可以畫個圖了 他問你說哪一種圖 那我就選圓形圖 那裡面的話大概我做哪些改變 其實不外乎一樣 就是這邊右上角的圖力 我是把它取消 本來好像有一個 這邊有打鍋 不過這個打鍋好像每次都覺得有點多餘 這個圖力部分好像圖力它這邊有多這個 但是多這個好像其實不太明顯 為什麼 因為顏色有些蠻接近的 藍色好像跟這個藍色有點 但是如果我們假設不要圖力 不過圖力在這裡好像流著好像也不影響 好像就把它留著OK 那我們其實只有增加什麼 增加這個叫做文字標籤 按右鍵 插入文字標籤 好像原來這邊 這邊有文字標籤 然後另外的話就是把上面的標題做一個變更 字本來好像沒有那麼大 我把它變更成20號字 然後顏色的話把它改成紅色出體字 另外最後我多做一個動作 就是把那個旺滑區 這個區塊 本來它是像這樣 黏在裡面的 那我把它炸開 炸開的話其實就是 三個動作 一選這個圓 二的話再點它一下 三就往外推 OK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 把這個旺滑區的部分把它凸顯出來 其他的話呢 我當然 我們其實就很清楚可以知道 如果你假設你今天是想要真的 比較深入了解台北市的機車竊道的這個議題的話 我是覺得這樣分析下來 其實好像越來 越可以看到一些別人看不到 而且有的時候新聞媒體報導也不見得是真實的 因為我覺得新聞媒體新聞記者 他不見得會用一些時間 幫你去深入分析這個客觀的資料 他有時候就 就有點是道聽途說 反正這邊問一點 那邊問一點 其實你說那個答案到底是不是對的 其實我覺得都有待上去 我覺得還是要驗證一下 所以有時候你吸收一堆垃圾的訊息 導入你自己分析一下 你就知道有答案了 OK 最後的話 今天我們要延伸上一次上課的 這個機車的竊道案件 這個好像我記得 這個相關資料 我有把它放在雲端上 雲端白板上面的第一個單元 裡面的話就會有機車竊道 就這個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複習的話 其實這邊都有 竊道案件 這個各區比例圖 今天的話 我們要增加一個最難的 就是想要知道一個訊息 到底如果你的摩托車 停在哪一條路上最危險 因為你說 你大概知道 雖然說歷年的竊道案件 越來越減少是安全的 然後你也知道說可能在萬華區 是最危險的 可是問題呢 到底萬華區的哪一條路上面 是最容易失竊的 假設如果你也知道的話 那你就可以趨吉必修 你自然比較不會說摩托車 停在那邊被偷的問題 你就說原來台北市 它有一個很容易被偷的地方 所以你假設真的非不得已 或者是說你講一下 你乾脆不要停那邊算了 你如果不停那邊的話 那其實失竊的機率 我覺得就微乎其微了 OK 要不然的話 你要停那個 你就不要停那條路 你就找一個比較安全的停車場 你快要付一點錢算了 我發現有的時候被偷 可能就是你不想花錢 你就停在那個邊邊角角的地方 剛好就是治安的那個 很容易被小偷盯上的一個位置 然後當然你就付一點錢 我覺得就有點交易保險費 至少安心一點吧 不然有時候你一台摩托車 也蠻貴的耶 現在摩托車 貴的都十幾萬塊耶 也不是說那個重型的 那一般的那個白牌機車 稍微好一點的 也要超過十萬塊 所以如果假設你今天買一台摩托車 十萬塊好了 那如果被偷了 對你來說應該是很大的損失 所以這個問題的話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延伸一下 請各位把那個 上次練習的這個機車竊道的範例 再把它打開 那今天的話我要想要得到一個訊息 就是到底哪一條路上面 這個失竊的機率是最大的 把這個揪出它前十名好了 前十名 哪前 這個是住宅 我不知道前十名是哪前 那我希望畫一個表格出來 然後也把圖給畫出來 那告訴我說哪十條 這個排名前十的 那告訴我一下 以後的話呢 甚至你也可以把這個結果 有分性同好友 因為你如果假設 尤其是住台北的 你說以後如果你情摩的時候 你再停在那幾條路上面 要特別小心 那幾條路就是很容易失竊的地方 OK 那請各位先把這個部分複習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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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